台灣國防部據稱不認為中國目前能輕易全面攻克台灣 台灣傳媒星期日12月12日報導說 國防部在向立法院呈交的一份報告中說 在台灣軍隊頑強防守下解放軍不太可能 將會全面攻台所需的兵力短時間輸送到台灣 路透社在星期一發自台北的報導中稱 也看到這份報告的內容 台灣國防部的這份報告說 解放軍全面攻台所需的後勤補給會因為雙隔台灣海峽 並遇到台軍的聯合截擊而出現中斷 導致登陸部隊無法維持戰力 報告說中共無法將所有兵力用於全面攻台 它還必須顧及其他國家的反應 因為美國和日本基地鄰近台灣 解放軍需要保留兵力防範外軍介入 並且在他和印度等各邊界爭議地區和南沙群島戒備 因此難以集中全力攻台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毅利上將上個月說 他不認為中國在未來一兩年內可能攻打台灣 但他表示如有需要美國絕對有能力保衛台灣 美國長期以來是否在台灣遭受北京進攻時協防台灣的問題上 採取戰略模糊策略 拜登曾經表示如果台灣受到中國攻擊 美國會保護台灣 但白宮隨後重申 美國的政策未有改變